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说导演就跟说钱似的 就是你过意了没有 他是第四个过意的中国导演 是吧 疯狂的石头 现在又有这个公路片 新花叫 路放 新花 新花路放 你这跟人家一见面 讨论人家身价是一件很没有礼貌的事情 是吗 其实观众朋友都知道 我以为这都是咱们国情 而且你看 他今天穿这身衣服 有点黄金大街暗的这个感觉 新花路放 新花路放 对对对 但是您导演 这个我对他还做点研究 你别看 这个合作者眼里的他是什么样子呢 说宁浩是处女座的完美主义者 他并不是外界看来很沉默的样子 演讲能力强 虽然个子不高 但要求很高 上升了 其实他挺能聊的 刚才就我们俩还一直在说这个苍景空重量的问题 他很关心 我研究他一下处女座A型的 我那时候还很担心 我打开给我们编导说 这能聊吗 一般处女座A型的人是真的应该非常腼腆 非常纠结 然后那个 涂不出什么东西来 就 分事情 领导 顺事情 哪些事情是会让你欲言又止呢 不关心的事 关心的就是苍景空重量 其实他长什么样 我也记得不是太清楚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蛮有趣的 为什么 就是东洋的一个这个职业的 AV的 然后呢 现在在我们这边 其实可以重新选择一次人生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 没错 这姐妹们羡慕死了 在中国把生活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您早讲的 他刚才讲的 你刚才说你都不晓得苍景空长得怎么样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已经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符号 对于很多男生 你讲的是那个苍老师的那个 每个人眼睛就放光 是是是 其实据说 你的眼睛也放光了 没有 没有 我看的是别人 他其实真看AV的 苍景空不算是最漂亮的 就是就是最吸引这个AV迷的 但是他这个现象 他就是他这人呢 有点运气的成分 他怎么 是谁把他引入中国的 这我不清楚 您导演 而且您导演我发现 他拍的电影 就挺逗乐的很多 可是实际上 你知道他都思考什么问题吗 不知道 我发现也挺有意思 这是不是 这个导演上了一定境界 他就开始思考 他就思考宇宙的 宇宙是怎么回事了 你最近都在想这个问题 解决了吃饭以后 基本都要想想那个终极问题 对吧 你说这挺有意思 我发现 就是那天有个谁啊 就周星驰的朋友跟我讲 说我是说周星驰 现在你都琢磨什么 你都想不到 他拍喜剧片的 说他现在啊 这家伙一见面啊 都是说宇宙 有没有边呢 宇宙是怎么 这说明上境界了 是吗 这拍电影成功了 看来是 开始琢磨这种问题吗 他一直还都琢磨这事 因为有一次 我们俩见面 碰见了聊天 他说导演 你最近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写一个剧本 我在写一个外星人的剧本 然后他就问了 你见过外星人吗 我说我还没有 但是我在写这个剧本 然后他说 我常常见到 然后我就只能说好吧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 他是有他的世界 我要跟你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烂片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是成因态度了 但是这里头还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奔着做烂片去 一种是想做好片 没做好 为什么叫奔着烂片去 又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一些就是 他的目的不是说拍电影 或者是我的目的就是说 要快速的进行市场填充行为 或者把它当作产品看待 那本身就是说 我就没打算说弄得特别好 我就是赶紧的把这个行为完成 我觉得我补充一点点东西 就是我没拍过太多的戏 但是在我自己的这个生涯当中 十几年前我拍过一部 我自认为真的是我这辈子拍过最烂的戏 就是当初那个剧本看起来还行的 但是因为那个摄影组可能为了要节省成本 就是说很多的那个场景 根本就是之前讲的高大上的场景 到后来就是草草了事 然后甚至于因为可能之前拍的场景 后来人家不戒了 各种原因就是你进不了那个场景了 他们可以完全就是同一个剧本 就是接下一场戏 但是他可以换一个地方直接就拍了 就是他可以不讲究到这种程度 后来导演也跑了 换了导演 整个的手法变了 风格变了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演员 因为嘎戏的关系来不了 就直接找个什么临时演员拉背啊 什么就是各种的 你就觉得 这事出来能看嘛 然后自己心里就觉得说 糟了 这将是我演艺史上的一个污点 结果 那个戏到现在还有人在讨论 就是就是我遇到的一些小孩 可能是真的是看着我戏长大的小孩 说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看过你演目应该什么什么戏 我觉得你们好棒啊 什么的 我就是觉得你是认真的吗 所以我 他是认真的 他绝对是认真的 他的那种真诚 就是说 所以我特别理解 那个宁导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说有 他我相信那部戏真的可能 他就奔着去填充 填充市场吧 这个说法 我相信那部戏是奔着那个去的 但是我就觉得他可能最后 他的整个包装 或者将他的市场宣传各方面 人家达标了 而且呢 你还真的就是像他说的 这个观众啊 好像真是分层的 我觉得有一种层次的这个观众 其实真的是非常可爱 他就看什么 都是哈哈哈哈 好像好像看见电影本身就很高兴了 看见有个电影在荧幕上放出来 就很高兴了 这是最好的观众 娱乐娱乐属性 对于娱乐属性的要求是第一位的 你觉得你作为中国导演 那当然就去研究中国观众 你觉得中国观众是否有跟美国观众 一些不同的地方 其实在美国的电影 就奥斯卡 这个不是大票房电影 奥斯卡是一个小票房电影 对对 经常得奖的 对对拿奖 它是它是一个小众电影 它不是大众电影 其实大众电影和最赚钱的也是像007月什么这些 就这种电影超人 但这种电影它并不是一个说 非常非常说有文化价值的电影 或者说在电影本体上有价值的电影 但是他们把好电影放在了奥斯卡 对吧 所以我们只是还没有奥斯卡而已 但是你觉得像是好莱坞的这种 比如说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四好像听说不大好看 但比如变形金刚一二包括007很多 我觉得从它的意义上讲 也是拍的非常好的 它的节奏 它的种种 一样也有它的艺术性 工业性 你管这个叫工业性 就是工业性达标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对 就是合格的产品 因为他们工业发展的比较完整了 这一百多年 所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达标的东西给你看 但实际上 就像我们看 比方说像《不可完成的任务》 什么这种电影 实际上我觉得那故事很多东西它是停滞了 它不往前走 但是我有场面给你看 对吧 我还有别的东西给你看 对 我实在是给你看机器人打架 它有很多东西给你看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工业水准来支撑它这个 比方说叙事上的陈旧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 但是这个其实是市场最需求的 因为娱乐属性是第一位的 我觉得除了工业之外 我觉得是你如果我这样觉得 就是好莱坞电影 你如果单单准的把它当成一个工业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点不太公平 因为我觉得怎么讲他们的剧本还是挺 没有把它单纯的当工业 因为它现在目前发展是最 就是全世界来看是最良性的 因为它还有奥斯卡 他们的那个尊重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所有的电影人也都有这个共识 基本上觉得说拍电影 奥斯卡是一个价值 是一种荣誉 我们应该去争取那个 而工业又是一个基础 这个基础也顾及到 所以他们两边的这个平衡 其实做的是比较好的 但是你比如说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就是那年得奥斯卡奖 就是那个阿凡达的那个老婆 不是阿凡达导演的那个 卡贝伦的前妻吧 已经离了好像是 他前妻拍的那个拆弹部队 得了奥斯卡奖 那阿凡达肯定是不让 是得不了奥斯卡奖 但是你看像阿凡达这种电影 后来也出来很多类似的 也所谓是大制作 可我觉得 我不知道该不该叫艺术性 可我觉得就是没有 阿凡达看到我们激动人心 就说他这个一样 是有他的才艺在里头 他把握的情感 把握的你别看 他是个工业的电影 他的这种节奏感 美感画面 我觉得也是一样讲究的 没有问题 五星级酒店 也可以搞得很舒服 但他不是艺术品 那他要是五星级酒店的话 你拍的电影 你认为属于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 我们今天的那个工业水平 就中国的工业水平可支撑的那个 还达不到那种像美国的工业水平 它可以支撑一个非常完整的 全面的工业产品 实际上我们目前中国的电影制造业 还在一个就是比较初级的阶段 一个手工业者的阶段 还不是一个说完全的工业化的一个阶段 所以更多的是依靠作者性来出现 就是你作者态度和角度 所以咱现在也可以看一下 宁导演的这个最新的手工业 手工业作品 新花路放 你是不是把包皮给割了 好精致啊 我应该跟你缝嘴 你出来干嘛来了 交配直比呗 你真漂亮 汉014和你了 你也情 abuses 好一 我觉得您好导演 刚才是等于是提出了一个话题 你说中国现在工业没法跟美国比 那么就说手工业电影 照你说他把自己叫做手工艺人 你说中国玩手工艺电影 作者电影 他的取胜之道在哪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比较真实 而且还有你比较了解你自己的文化环境 我觉得这是你的长处 按说你比如说是这种作者电影 他话题的敏感性 或者是什么 但是这个在中国又是一个最要命的事 他实际上受到很多限制 但是仍然还是有相当的空间可以做的 而且我们也觉得其实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还是有不少的题材是可以搞的 广美对他有什么问题 我刚才看到你的那个就是 其实我觉得宁导给我们解释一下你这部电影的那个主轴在哪里 因为我到目前我那个宁导电影看的不是太多 就是那个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 后来就可能就没有追了 那其实这部戏我还挺挺挺有兴趣的 这个是讲这个 主轴是讲一个什么就是讲一个失恋的或者叫离婚的一个一个男生 然后准备上路寻找一夜情来平复他的愤怒的一个故事吧 根据网站的分析这个离婚之后一夜情是最高发的 也是最有需求性的 你真的吗 我昨天因为你们提到说可能会有一夜情的这个 我就上网去我用那个就是用国外的那个网站 我就打了一句话 Why men love when I stand 就是为什么男人都喜欢一夜情 谁说的 我的问题我没有说谁说的 我只是问 就他没有给我一个具体的答案 但是我竟然找到一个网站 叫做sman就是问男人.com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男人 就他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叫战守则 一夜情叫战守则 叫战守则 然后就是那个rune number one rune number two 就是教你有几条 你要怎么怎么做 你不要怎么怎么做 所以对 那其中里面就有一个讲到 就是说离婚后是一个这个一夜情的高需求及高发期 我觉得这种行为更容易发生在女人身上 你说那个离婚之后啊 然后去寻求个什么一夜情什么的 你的意思是说男人在离婚前跟离婚后 几率是差不多的 男人就什么时候都可以 我没说我啊 我们也说你 我也没说你 您男人对这个就很熟悉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最早在想 我觉得其实一夜情还是一个蛮有趣的切入点 就是因为 我很早就想拍一个爱情戏 然后写完了之后就觉得很假 然后就扔掉了 然后我在想什么样的感情是今天这个时代最特别的一种感情 就或者最特别的一个爱情 我觉得好像是一夜情是这个时代最特别的一个爱情 就是这五千年也没发展过发展出这个东西来 所以我觉得那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其实到底是是因为什么 我对这个就比较有兴趣 就研究这个事情 那 但是你还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原因 什么原因 没有他用离婚来做一个 我可以 对 一个原因嘛 也可以说是一个借口 我觉得其实就是 就是叫价值趋同可能会是 会是根本原因 就是原先我们 就是有社会有 比方感情是一种感情的标准 那个成功是一种成功的标准 或者别的是别的标准吧 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所有的东西的标准都是成功 那其实这个成功这个唯一的这个标准呢 就压迫了所有的部分 我们别的部分 比方说感情这个部分 就包括我们连谈恋爱都需要这个 先算算对方这个行不行啊 有没有前途啊 如果我跟他在一起 我们我们有没有未来啊 等等这些未前 对对 这个未来呢 其实就包括了说啊 房子车子生存成功等等问题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个感情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比较累的事 大家一谈感情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压抑的问题 或者有一些年轻人都觉得说 我现在谈什么恋爱啊 屌丝不配我爱情 很多都是这种这种论点 然后所以就变成了好像咱们就是去趟丽江 或者到或者到什么那个凤凰就有好多这种可以谈短期恋爱的地方 凤凰的 凤凰没事吧 不是我我是注意到你有这个观察啊 就是那个那个什么丽江我不太熟 你说他那是个夜情圣地吗 就是在网上和在现在我们我们其实认知了好多那个旅游 旅游点啊像都都有这种就是短期爱情的地方啊 就甭管什么青年到那都变成文艺青年啊 然后然后就突然开始谈一个一两天两三天的一个恋爱 有有很多这种地方 那我后来在想这种 就是看似貌似一夜情 我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响应这个问题 我后来想其实这种一夜情反而它变成了两个个体之间最单纯的一个 一个情感关系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既不在北上广深拼命 我们也没有任何身份 我们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那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只是谈我喜欢不喜欢你 你喜欢不喜欢我 就这两三天 那可能这个感觉会更更轻松 而不是说那就更像一个感情 而不是富含了很多别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我不能完全承认说它是爱情 但是它像 我现在想象的可能我觉得我因为我也岁数不小了 不是那个弄一夜情的岁数了 真的讲这个一夜情 对这个情字我现在有疑惑 因为我觉得你想想那到最后两个毕竟是两个陌生人 你有没有想过两个人是怎么告别的 睡完了之后 不需要告别吧 不是 它有一种我觉得陌生感或者就是很没劲的感觉 会不会是 也未必 我其实曾经见过一个就比较短期的爱情 就是这种 我看我那个朋友当时跟那个女生分手的时候 他一直看着那个汽车的后视镜 他还真的掉眼泪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 人毕竟是人 人还是有情感需求 他有很多的情感需求 所以我认为你也不能很简单的说 它就是一个胜利的需要 我比较没有办法理解 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其实你刚才讲 没有人奔着一个 对我来讲一夜情就是一夜情 如果你是奔着短期的情感发展的话 没有人会奔着说 我是以跟你发展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情感而去的 所以我比较 我还是找不到你讲的这种灰色的地带 就是一夜情 然后又演变成你口中的这个短期的这种恋情 因为我对我来讲 我觉得一夜情里面 就像那个交战手则里面就讲 Beat Adventure 是什么 你要有冒险性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过去 他不会知道你的未来 所以就在那个短期 就在那个站一晚的那个晚上 你要释放你所有的能量 因为你在一夜情里面 你寻求就是一种激情 你不是 他说两个夫妻 他可能更多的是要情趣 因为你那样子你才能够衍生更漫长的未来 但是说如果是one night stand的话 只占一晚上的话 迸发所有的激情就可以了 我们的这个概念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 就是一夜情或者是一夜性 就讲这两个概念 就是如果 因为我还谈的是个情的问题 就是说很多 因为在我看来 中国今天面对的这个 他不会像西方那么成熟的一个 叫城市化的社会 然后所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 中国是一个从农业时代 向城市时代转型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今天我们背负的是巨大的这种压力 就是每一个城市人口 其实都能感受到 大家都想逃跑 躲开 所以他这里头 我觉得他比较复杂 他这里头的成分不仅仅是包含着说我的情感需求 他甚至是有一种对于这种城市社会的这种压力的报复 就是你给我的那种压力太大 我谈所有东西没有权力 但我到这可以有权力选择这么一个 这么一种方式吧 其实我现在觉得一夜情这事啊 也能够玩的挺好的 但是呢 这个玩好了一夜情啊 其实他需要两个人呢 怎么说呢 不能太low了 你知道吗 都不能太低了 因为两个人你要在某种默契 比如说我想象的美好的一夜情 是从哪得到的呢 是从外国电影里得到的 我完全你真的是女性思维 你知道吗 他昨天那个叫站手写里面说 他说大部分女生对于一夜情的这个场景 都是来自于好莱坞的电影 是 他讲的就是你啊 对啊 对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啊 是非常难的 要能有一次 那真叫金风玉露 一相逢便盛却人间无数 是很美好 你想在短的几天之内 两个人完全交给对方 然后挥手 告别 可是这个 告别不了 我觉得九成得碰见不靠谱的 你哪 你哪 聊了一个小时靠谱 第二个小时就不对了 你很有可能啊